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PX团建系列的便利店片 哈 又见面了 我是你们的莎莎 作为FPX战队的边外成员 等于本次带领各位观众老爷 来到了一家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的便利店 我的六位队友已经蓄势待发了 看惯了在电脑前战斗的FPX队员 当他们变身营业卖货的便利店小哥时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时间差不多了 就此拉开我们便利店片的序幕吧 没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刚才在那里挂机 消失 你为什么在那里休息 累了 现在真的累了 紧张吗各位 我不紧张 因为我是个吉祥物 我只紧张一点 你们不说话我最紧张 效果浪漫 拜托大家多少多说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就剪一下彩条 哎呀好尴尬呀 没事没事就当没看见 好呀 我们今天的检查试节有满结束 接下来我们请罗森的小姐姐小哥哥们帮忙培训一下 当顾客从里面货架 调完东西拿过来之后 我们这边扫描商品二维码 扫描过商品二维码之后 点这边确定 顾客这边会出示手机上面的付款码 我们这边用扫码箱扫描 如果顾客需要的话 我们把收音条 然后递给顾客 扫描吗 对 并把商品打包好交给顾客 然后当顾客走的时候 我们说谢谢你欢迎再来 好 这就是一个流程 好的 没问题 视频我们这边是有加热的那个时间的 正常的是就是加热三十秒就可以了 然后加热好之后用袋子给顾客装起来 然后双手提交给顾客 像顾客 假如说顾客是需要这个日式唐阳串 我们这边取出来之后装进这边带子里面 这边关上门之后 然后给顾客加热 把微博给我打开 东西放进去 这边我们按一个4 这个4是30秒 这边加热就可以了 没问题 像顾客需要咖啡的话 那边有日牌价格多少 如果他像要美式咖啡那种 我们这边屏幕是触摸的 需要触屏就可以了 他要的美式咖啡 这种大杯或者是标杯 都有的板杯 这边有 咖啡的大小杯 然后如果问客户要哪种咖啡 是要大杯还是标准杯 如果客户要标准杯 所以我们把这个咖啡杯拿下来 把咖啡的盖子给他盖上之后 然后套上杯套交给客户就可以了 哦 他这上面都有的 没问题 往前面推一推 像就比如说这种水 往前面稍微推一下 让它排面稍微整齐一点 后面的水如果比较空车的话 我们进入内仓 然后把内仓的水往里面加一下就可以了 在店里无人的情况下 我们从收音台里面出来 悬查一下排面 比如说像这种薯片 有空缺的 我们到内仓里面找出来 然后给它浮进去 先进先出 把后面的往前面拉一点 哪一种缺少去找哪一种对应的放进里 就可以了 把排面里整齐一点就OK了 没有问题 像顾客在店里面吃完东西 之后这边的一些带子垃圾 因为我们那边水箱那边有抹布 我们把这边给它擦拭一点干净 然后这边的纸要放合位置 然后给顾客来用的 然后像这边的地面 有什么吃掉下来的东西 我们的扫把都在内仓里面去拿出来 给它扫一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没有了 好了我们的fpx队员已经培训完毕 今天正式开始营业 上豪家 谁好吃 上豪家 谁好吃 上豪家 GX好吃 GX GX好吃 上豪家 GX好吃 GX OKOK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敬请期待下一次的FPX环件系列 一键三连 拜拜